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赌户 赌有忠诚 一心仪的意思 户就是福的意思 整体意思就说这位墓主人官显福后 这四个字可是清朝光绪皇帝玉比所赐 以表示对墓主人的器重和表彰 这位墓主人就是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晚清众臣李鸿章 时隔一百多年他的墓地现状如何呢 接下来咱们去去看一看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李鸿章墓园 这座墓园是不需要门票的 免费的 李鸿章墓园是分为三大区域 一个是墓园区 享堂区 还有仓库区 现在当地人把整座李鸿章墓统称为享堂 享堂就是古代大臣墓园中的配寺建筑 说白了它就是用于祭祀墓主人 供奉牌位的地方 接下来咱们先去享堂看一看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就是祭祀区了 在最前方有一座照壁 照壁外还有三座玉制祭文碑 这玉制碑是墓主人尊贵地位的象征 正常情况下能有一座就了不得了 而李鸿章有三座 足见清政府对他的器重 在玉制祭文碑的后方就是享堂区域了 这片区域是仿照墓主人生前居住的房子所设计的 也分为门厅 潜堂和秦室 门厅内有道平门 他只有在春秋大祭或者重要人物来祭祀的时候才能打开 一般人只能从两侧绕行 咱们继续往后走就是潜堂 这里也称为享堂 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在潜堂内大家看有七块匾鹅 其中有两块雕有金龙的匾鹅很引人瞩目 这可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预赐给李鸿章的 在潜堂居中的位置还有一件血衣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刚才在我身后这间屋子里咱们看到了一件血衣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李家人会把一件血衣放在享堂内呢 这是因为这件血衣可以显示李鸿章为国尽忠不惜生命的精神 而且还把那些什么勾结天定不平等条约等等的谣言不公自破 所以把这件血衣放在了享堂内 据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是复制品 原件已经一室了 咱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 是他的寝室 这里边有李鸿章的牌位 咱们进去看一看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房子就是秦堂了 说白了就是牧主人休息的场所 堂内正中摆放的就是李鸿章的领位 在秦堂两侧还摆放着李鸿章生前担任官职 和享受皇室特殊待遇的18块木牌 在享堂的东侧还有一处建筑区 这就是仓房区了 原先在享堂周围有大量的田地 称为护坟田 所出产的粮食 有一部分就会储存在这个地方 用于享堂及墓地的维护和开支 如今仓房区域内 布置了江淮地区农俗陈林 据说是安徽省第一家民俗陈林 接下来咱们去我身后这片区域 它是整座墓园的核心区域 也就是墓地所在的位置 咱们去看看这位晚清众臣 他的最终归宿地是什么样子的 进入墓园区 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神道碑 碑文有近两千字 记述了墓主人李鸿章的一生 以及朝廷追赠李鸿章 和封赏李氏子孙的情况 过了神道碑 就是墓道了 大家看 在墓道两侧有五对石像生 分别是石阳 石虎 石马 武官和文官 这些石像生都是附建的 貌似是仿照张廷玉 目前的石像生来雕刻的 尤其这个文官和武官 实在是太像了 继续往前走 十五宫 十宫桌 然后就是墓碑了 上方刻的是 黄青太复大学士 李文中宫 一品侯夫人 赵氏夫人之墓 李文中 就是李鸿章 文中是他的嗜好 公是对以固男性的尊称 这位赵氏夫人 不是李鸿章的第一任夫人 李鸿章的第一任夫人 姓周 在咸丰十一年 就因病去世了 据说是被葬入李家祖坟了 这位赵氏夫人 也是一位大家闺宿 是李鸿章所有夫人中 声名最高的 他也见证了 李鸿章事业发展的顶峰 在墓碑的后方 就是墓中了 非常的大 墓侧看 它的高度得有六米左右 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座李鸿章墓 是后来重建的 这座墓在一段时间 就已经被破坏了 也就说 在墓内 已经没有李鸿章的尸骨了 关于这位墓主人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他从一介不一书上 最终成为一代封疆大令 咱们常说 一个人如果想要崛起 是离不开贵人的扶持 李鸿章的贵人 就是万卿第一名臣 曾国藩 当年就是他带领乡军 摧毁了与大清帝国 对峙长达十四年之久的 太平天国政权 而李鸿章呢 就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 当年李鸿章被曾国藩提拔 而且还支持李鸿章 去组建淮军 一起攻打太平军 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 李鸿章仅仅是个配军 但酒精沙场的历练 他逐渐有了壮大自己的资本 后来曾国藩向朝廷推荐 让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从此以后 他走上了开挂人生 可以说啊 李鸿章的成功 是离不开曾国藩的栽培和提携 再后来 李鸿章开办洋务 创建海军强调海防 也成为大清帝国 最重要的外交负责人 当年慈禧太后 评价他是再造玄皇之人 玄皇一词出自易经 玄为天色 黄为地色 皆是天地 也就是说 慈禧太后认为李鸿章是再造天地之人 在日本首相伊藤伯文的眼中 李鸿章可是大清帝国中 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从这就可以看出 李鸿章的能耐绝非常人可比 即使这些评价把李鸿章给捧上了天 但如今对李鸿章的评价几乎是两个极端 因为他在历史上的争议非常大 受到争议的远远有很多 大家应该也知道 比如为了建设海军保卫海疆 他竟反对左宗堂收复新疆 还签订了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 在李鸿章的响堂内 有很多关于他的介绍 其中有八个字 仿佛看到了他那传奇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这八个字就是毁欲参半 极尽哀荣 聊到最后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聊了这么多 李鸿章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对于普通人都不能用好坏来定义 更何况是历史人文 历史人文或功大于过 或过大于功 或功过相比 很少存在有功无过 或有过无功的人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但关于李鸿章的功过是非的争论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但是这两个字这个画后就试过了一些 对于是城邺的阳 总裁有点延传